科研工作往往要爭奔奪秒 政府提出在科學園比倫興建創新斗室 為創科人才提供合理租金水平的合居設施 等著在裏面人士頻發交流協作 造就更多創新意念 這個創科住屋生態圈概念結合工作和住宿 不但可以增加休息時間 更可以讓科研人員互相分享心得 提升科研質素 這間科學園園區公司 致力研發根據效能的能量儲存技術 創辦人之一的Lucas 非常認同創科住屋生態圈概念 我發現有更多國際系統的系統 是位於科研科學園區公司 很長時間 在鄰近的地方 我會覺得很興趣 如果有科研科學園區公司 可以在鄰近的地方 Lucas說公司部分員工來自海外 創科住屋生態圈 可以加深團隊的默契 以及帶來更多新意念 他的同事Gito又說 如果園區附近有一個創科住屋生態圈 對需要投放大量資金同時間的初創企業 幫助會很大 我們發現住屋生態圈和工作屋 是一個全球的發展 我們發現如果香港想要 更多競爭 他們真的需要投資 同樣的環境 智力研發智能手錶 以量度病人心電圖等讀數的 園區公司Huttison 亦都對項目非常期待 我們來自科技術的項目 人們來自科技術的項目 我們可以分享一些想法 甚至有關聯繫 這些是我們的企業 這些是我們的工廠 我們可以分享這些資訊 除了方便住戶交流和消限 營造創業圈氛圍 創科住屋生態圈 還有另一個好處 可能是有些突發事件 發現到我們的死腹有些問題 回去盡快解決 我們也可以由近一點的住宿地方 到office裡面解決 曾經在英國劍橋讀書和工作的一天眾說 這個項目和劍橋科學院的生活區相似 對科研工作會有莫大悲憶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